浪漫若没有照程序来 代价可是要付出新台币的 澎湖有在地帅气男子计划向女友求婚 和友人安排了一场烟火秀 但释放的方式不合格 有公安疑虑 消防局到场将释放人带回询问 将一报主管制条例开罚三万元 澎湖市中心响起巨大的声响 但花火节明明已经闭幕 怎么还会有烟火释放的声音 原来是一男子向女友求婚 安排了一场浪漫的花火秀 但释放地点就在路旁 甚至有不少烟火是堆置在草地上 有民众担心有公安问题 于是打电话报警 消防人员到场后 发现这一批烟火的释放并不符合规范 有公安疑虑 随即将释放人带回询问 并依报主管制条例开出罚单 本局到到现场发现 释放的情形是以一般爆竹烟火 以电子设备串接的方式进行释放 那这个部分已经违反 一般爆竹烟火不得已串接的方式 它的产品使用安全的方式进行释放 那本局将现场的释放人员带回做谈话笔录 以这个彭湖县爆竹烟火管制条例 第八条第一项 那与举发 一个求婚的仪式 那也没有向本局事先提出声 这个 做一下管制的计划 消防局说 虽然专业爆竹才需要事先申请何可 但电线串联的方式把爆竹串在一起 只要一个点燃会大量释放 这就牵涉到公安 范围管制等问题 所以一般爆竹是不允许串联释放 专业烟火的烟火弹 类似三寸的 那需要一个导管 去让这个烟火弹可以垂直向上发射的 这一个设备 释放的设备 那这个才需要 专业的爆竹烟火才需要向本局 来提出申请 澎湖今年已经针对爆竹释放开罚三起 第一起是庙会活动释放专业烟火 为事先申请 第二三起都是一般爆竹用电线串联释放 一律都开罚三万 所以想浪漫一下还是得照程序来 以免付出新台币做代价 记者 陈荣郁报导